还有几个练习题 这次上个学期我们有做过的 就是输入车支 1就是一段票 2就是两段票 然后输入1输入 这个我想请各位 当成各位练习题 你把刚刚的做法 再改一下 车支部分 那再来的话 就是还有判断性别 那一样 就是说如果输入M就是男生 输入F就是女生 那一样类似的练习题 把那个Jungle的版本自己再试着做做看 因为这都练习啦 反正主要是 希望各位可以熟练 那再来后面的话 我们有BMI练习题 BMI练习题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BMI练习题里面 就这一题 那这个是上学期做过的程式 所以我们程式码在这里 我先把那个上学期部分的重点回顾一下 但是这个上学期是做在 不是Jungle里面 而是在Test里面 新增一个什么呢 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也许我们叫做BMI好了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BMI练习 那这个BMI练习的话 我把刚刚的程式贴上 基本上他需求就这样 直接执行他 他要跟你要几个资料 你的体重多少 体重80 身高多少 身高180 Enter之后的话呢 他会出现过重 那这个标准 其实我是利用Google的方式 Google 他会有一个标准值 你就Google到BMI好了 他会有 那他这边标准是 如果小于18.5是过轻 如果18.5到24之间是标准 然后24到27 过重 那还有过重还有分成 这个应该叫 叫过重 这边也是 过重是稍微重 那后面是肥胖了 所以如果说 你要测出到底你的BMI多少 不过我这边有个缺点 这一题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他只有出现过重 但是他没有显示你的BMI多少 所以 你们可以在自己在这边后面加个什么 也许 print出去 前面可以串什么 您的BMI为 帽号多少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今天 要在这边 可是每一个都有的话 你会发现 干脆跟刚刚一样 把这边改S 然后呢 最后一次就把它print出去 这个我想请各位 也许自己再改一下 那如果我说我今天呢 除了说 可以在这边显示之外 那我希望把这个东西 一样放在网页上 那会遇到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有两个 什么 两个引数 那这个两个引数要怎么传递 比较简单 我在云端上有放 放一个说明 所以你往上看 这边有一个如何传递两个以上的参数 那我这边提供两个方法 第1个方法就是 你传递的时候 可以类似像这样 一个问号 A等于什么 and B等于什么 那做法 在下面 你可以用什么 request里面有个叫get get 它可以从这边去抓到 这个等于后面的这个资料 传给这个a b后面的东西传给b 那你可以在里面做运算 所以特别说方法一 是可以用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形 形态 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还有uil这边可能要改成像这样子 方法2的话呢 其实是跟我们 刚刚传一个是一样 先传一个 后面再斜线再一个 那其实就是 request a b 0.b 就可以了 等于是说你在 撰写views 就是那个 制定函数的时候呢 多一个b而已 两个方法都可以啦 也许各位可以 先玩玩看 反正第1个 先 也许bmi这一题啦 然后先run一下 第2个的话呢 也许bmi你就不用再重新再起一个新的djungle 干脆你就把它跟什么啦 跟刚刚的那个 我们的 这个写在一起就好了 年龄 其实你就把它往下写 写在下面这边就可以了 只是要怎么做啊 我想请各位稍微玩一下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bmi的那个 这个两个引述的传递 这个题目呢 其实也是上学期 我们应该有印象 那只是说你要把上学这一题 改成在djungle的 网页上可以看到 至于要怎么改啦 我想请各位也许先玩玩看 方法 我有讲过两种方法 那你说哪一个方法 比较ok 其实我觉得 两者差异性不大 只是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简单 一般 在传递引述的话 方法1好像比较多 比较常见 可是感觉起来 方法2好像比较简单 因为你就do.a do.b 就好了 所以一个 体重一个do.w do.h h的话就是他的 w就是体重 h就是他的身高 这样 资料就传过来了 OK 你就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一定要动到脑 反正 为什么 主要还是有一个缓冲时间让大家思考 最好你自己做 做出来就是你的 如果你直接看我的答案 其实 有的时候反而会被我的答案框住了 你就可能 以后要变化 不知道怎么 如果我没有提供给你一些方法 你可能就变不出花样 怕会这样子 所以尽量还是思考一下 那其他 当然 后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会再 把难度增加 所以我刚刚提过 要再加表单 表单加完可能就再加资料库 因为我们在第一堂课有 设定资料库 但是因为我们后面一直都没有用到资料库 所以 再来 可能要 再来就是 怎么样把你的资料库弄起来 然后呢 透过Seql语法 可以把你输入的东西 可以再把它存到 资料库里面 可以存进去也可以读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概念跟上学期 Seqlite蛮接近的 所以也许如果有上过上学期课程 对Seqlite 已经忘了差不多的同学 回去也可以稍微复习一下 回顾一下 后面 会讲得更清楚 然后再来就是实作一些实际的案例 再来各位可以先想一下 这个期末部分 可能要请各位上来分享 所以 想想看 有没有你工作上 或者是你有兴趣的 这些 实作的内容 反正你想想看什么都可以 然后呢 也试着做做看 换个东西 那以后 这个东西弄起来之后 以后你真的可以驾站 所以 如果你将来 你自己家里有 有那个 光纤 或者是 现在没有ADS 你就是 申请个固埃 像我就申请固埃 你就可以拿来驾站 如果说你要申请什么IDV 或COM 其实也可以 反正网址 以后的话 你只要想要把东西放在 网路上 其实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OK 不过就是花时间而已 技术的话 真的就是 花时间去磨练 当然 同学 蛮多同学 都有各自不同的需求 互相可以讨论一下 像是那个 那个 班的同学有买了一台 已经快顶级的 NAS 这边其实也可以交流一下 以后 大家可以 有些什么想法 我建议就是 一定要实做 透过实做的话 你可能学的会更积极 好